大家好,我是Dan 昨天PickHit投资YG子公司 以及Neighbor投资PickHit子公司的消息 真的是横扫了饭圈 而且好像也有很多两家的粉丝们误会了一些事情 所以今天就想要非常简单的给大家整理一下 首先排出我的专业知识 用Tenture的方式简单说明的话 YG从很久之前开始就已经拥有了 Big Bang、21等红遍全球的艺人 而在这个过程中 累积了非常多在因缘专辑的发行 以及艺人周边商品的生产与贩卖等的经验 在从娱乐产业延伸出的很多种事业上 都有着相当的优势 而Big Hit则是以PangTan孙伦兰为中心 在粉丝平台Weboss获得了非常可观的商业成果 而PangTan孙伦兰这个团体 一开始就是以SNS等网络平台与粉丝们交流 扩展了在全球的影响力 所以透过这次的合作 YG Plus担当的Blackpink等有关旗下艺人粉丝团的事业 将会透过Big Hit的Weboss进行 而PangTan孙伦兰等 Big Hit以及Labor旗下歌手的专辑 因缘周边商品的发行 将会由YG Plus担当 也就是说Big Hit旗下一人成绩好 YG也会赚钱 YG旗下一人成绩好 Big Hit也会赚钱 对了有一小部分粉丝们发私信问我 Big Hit跟YG是不是要变成一家了 不是 苹果的iPhone手机里用了很多三星的零件 所以苹果跟三星是一家吗 明白了吗 然后Nable投资Big Hit子公司的部分 就是想要将Nable的IT技术力 与Big Hit的全球事业能力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将Big Live Weverse合并成一个平台 之后会有更多国内外的艺人 加入这个全新的平台的 但是合并成一个平台需要花费一年多的时间 在那之前还是会跟现在一样独立运营 当然商场就跟战场一样 昨天的敌人就是今天的伙伴 今天的伙伴就是明天的敌人 合作之后会不会有好结果也是不一定的 所以这些复杂的东西就交给他们来处理 我们呢还是跟昨天一样快乐的追星就好了 OK 下一个消息是前一阵子一与JYP的师生合作 获得非常好成绩的天王Rain 看来马上就要与女歌手出新歌了 前几天Rain在自己的IG发了这样的天文 因为你们的要求跟琴琴琴琴一起站了舞台 也拿下了一位 真的很谢谢你们 而现在又有很多人要求 希望能与女唱跳歌手合作 所以推荐一下 你们希望能跟谁合作呢 一定要唱跳歌手 目前韩国网友们推荐最多的女歌手是 所以大家希望Rain跟哪位女歌手合作呢 对了 Hiona今天出新歌了 最后我们来进化一下我们的双眼 大家一起跟我叫 太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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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 太阳啊 太阳 太阳啊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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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